救護車在鄉間小路上急遲 因為有員警在駁火中受傷 需要鬆衣治療 躺在病床上接受慰問 頭部右側還包著紗布 25歲的林姓員警從警資歷5年 他10月12號才從新店分局 調回庫鄉雲林服務 21號當天和所長一起外出 處理衛名服務案件 卻意外遭遇警匪槍斬 現在我們員警有受過訓練 力氣閃毒 他開完8槍以後 他才跟所長報告說 所長我中槍了 林姓員警當天出勤 穿著的防彈背心 上頭還流有血跡 他遭遇歹徒近距離開槍 右額頭遭子彈擦破 現好經治療後沒有大礙 但遭擊中的位置 與太陽穴相當接近 但為何事發後第五天才選擇對外發布消息 雲林縣警局也做出解釋 因為後續在槍跟毒有繼續受緣的必要 好在林姓員警反應迅速 在歹徒槍下保住一命 傷口經過清創後 目前恢復狀況良好 黑蒜吊翼的陽鏡 SNG小組